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此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 也摆脱了日军铁蹄的蹂躏 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但盟军总部却部署 越南北部的日军由中国受降 这是为什么 蒋介石在选派受降部队的时候 一直偏向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 而这次他却命令 卢汉的滇军进入越南受降 蒋介石这样安排有什么目的 对日受降 对于参加过抗战的军队来说 本是非常荣耀疯狂的事情 可卢汉又为什么要拖延时间 不愿赴越受降 大受降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为您讲述滇军跨国受降 入陷阱上级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讲 中国战区大受降当中的 北越受降 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 因此法国人也要在越南受降 但盟军总部为什么规定 越南的日军必须由中国战区来受降 蒋介石派部队去越南时 为何费尽心机 越南受降背后又有哪些 显为人知的故事 下面我一一为您讲述 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 中国战区成立了 越南北方是划归中国战区 因此抗战胜利后 盟军统帅部决定 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 归中国接收 十六度以南由英国来接收 因此中国战区才能够跨国去越南 接收日军投降 1945年的8月17日 盟军总部发布了第一号命令 除满洲外 中国境内所有的日本部队 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 以及台湾及北纬十六度县 以北的法蜀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 都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 8月18日 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英卿 任命各战区的受降官姓名及受降地点 其中第一方面军派卢汉为受降官 指挥第五十二军 第六十军 第六十二军 第九十三军 战十九师 战二十三师 九十三师等 负责接收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地区 该区为敌三十八军 二十二日蒋介石又令 为了迅速接受占领区 各战区及各方面军部队 因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 此时啊 在卢汉的第一方面军的司令部 伴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 总司令卢汉呢 却来回地走动 是什么情况让他如此焦躁不安呢 第一方面军是以卢汉为总司令的 第六十军 第九十三军等滇军为主 加上中央军 五十二军 第九十三师等河边组成的部队 属于陆军总司令 何因清会下的四个方面军之一 就在几分钟之前 蒋介石一纸电令啊 就传到了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火速入越 不得有误 蒋介石派卢汉为受降官 率队跨国受降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啊 为什么卢汉反而焦躁不安呢 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 一向偏向自己的嫡系部队 而且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就集中在大西南 那他为什么偏要派卢汉的滇军 去执行在越南的对日受降呢 对卢汉而言 受降原本是壮卧军威 扬眉吐气的好事 可此时他却焦躁不安 忧心忡忡 原因是什么 卢汉作为受降官 又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又经历过什么呢 卢汉呢 是云南昭通人 疑族 疑云南王龙云呢 两个人是表兄弟 早在1911年 辛亥革命时 卢汉呢 就跟着龙云加入了滇军 成为了卢云的部下 在龙云的保送下 进入了云南讲武堂 第四期不拼科学习 在滇军中呢 历任排长 连长 银长 团长 旅长 师长等职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卢汉任国民革命军 第六十军的军长 于当年的十月十日 率六十军 约四万人出滇 该军的军容整齐 装备精良 1938年的四月 日军的华北华中 两大派遣军呢 一共十三个师团 共三十多万人 分六路呢 向徐州进行了大包围 卢汉所率的六十军呢 增援鲁南前线 归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指挥 当这个六十军呢 即将到达集结的地点呢 就发现前方啊 贪恩伯的这些部队啊 就已经垮下来了 日军乘虚啊 以步兵两个连队啊 四五千人 三十门炮 坦克呢 二十余辆 联合南范 就在这个时候啊 和六十军的先头部队 是不期而遇 当即啊 这个六十军立即下车 火车上啊 连一些重装备 都来不及卸下来的情况下呢 这个潘梭端呢 这个团 让这个营长尹国华 率领五百人 在陈瓦方这一带啊 就余地激战开了 为了掩护大部队展开 副团长黄云龙 营长尹国华阵王 团长呢 潘梭端受了重伤 尹国华这个营 一共是五百人 全部殉国 只有一个人生还 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 第六十军呢 正是在这个鲁南的战场上啊 以日军在攻防对战 他被认为啊 当时是打得最激烈 最艰苦 尤其是在羽王山之战 打得极为惨烈 任何友军 不能与之相比 羽王山呢 位于运河的东岸 在台儿庄的东南端 四百米开外呢 就是大运河了 是台儿庄呢 天然的屏障 你要确保台儿庄 就必须守住羽王山 师长张冲啊 率领184师 于27日程呢 陆续地进入了羽王山的阵地 抢住攻势 设置了三道防线 从4月28日起 这个日军呢 攻破了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 进到了羽王山的主阵地 当夜啊 日军一个大队 在坦克骑兵 这个配合下 就向这个大小羽王山呢 进行进犯 来势凶龙 滇军呢 奋起迎击 战斗非常激烈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日军呢 有一部分 化装成滇军 已经到了山顶 这个时候 旅长呢 王炳琼 亲自摔士兵 发起了反冲锋 他自己啊 胸部被敌弹所洞穿 在这种负伤的情况下呢 坚持战斗 终于将呢 窜至山顶的敌人呢 大部分千变 少部分呢 就逃下山去了 接下来呢 日军是频频攻击 滇军呢 奋勇反抗 多次打退了日军 经过了十余日的激战 终于啊 遏制了日军的攻势 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个徐州啊 已经陷入了日军的 大包围之中了 蒋介石呢 就命令 各部转移 六十军从昆明出发的时候 有十二个团 官兵呢 是四万余人 经过了浙事战役啊 伤亡过半 就仅剩下两万多人了 中上级以上的军官呢 伤亡也很大 其中啊 郑王的旅长一人 富商一人 团长呢 阵亡了四个人 富商三人 经过整编呢 仅剩下五个团 在突围的过程当中 还能冲破日军的重重包围 终于到达了河南的朱家口集中 蒋介石通电卢汉 加蒋六十军 中勇奋发 逐资楷模 随后呢 这个六十军又参加了武汉会战 南昌会战 残沙会战 和冬季公事等作战 身为军团长 集团军的副司令 总司令 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 也赢得了滇军名将的称号 抗日战争中 一直偏向嫡系部队 受降的蒋介石 他此时安排滇军进入越南受降 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 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阴谋 大受降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滇军跨国受降入陷阱 上级 越南呢 和云南的交通啊 虽然有铁路和公路 但那公路的状况啊 是一般 铁路呢 都是宅规 运量有限 是不是这个部队太多了 造成运输的压力 这是卢汉交际的原因吗 要不然就是日军太厉害了 而卢汉的滇军啊 怕不敌对手都不是 因为越南日军呢 只有38军 而第一方面军 入越的大军 有15万人 15万受降日军的一个军 有这个必要吗 卢汉认为呢 只要在河内设立一个前进指挥所 以少数部队 交接一下日军的投降 即可了 因此呢 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站在地图前的卢汉呢 很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为什么呢 除了滇军左右啊 有中央军的62军 和赵公武的52军以外 滇军的后面 紧跟着中央军 93师 此外呢 中央军 还有一个53军呢 也在向河口这个方向啊 移动 这样一看呢 就大有毒死滇军后路之势 这才是让卢汉坐立不安的一个原因 卢汉觉得 这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记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啊 蒋介石和龙云之间的矛盾呢 由来已久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云南处立什么呢 处于一个独立的状态 1935年 蒋介石一石二鸟 借追这个中央红军为名 要派中央军进入云南 命令下达以后呢 让这个龙云呢 是寝食南安 想来想去啊 他命令孙渡等大将 对红军呢 采取大放水 就是只追不赌的办法 赶快让红军呢 离开这个滇军 这样呢 让中央军无法待在云南 龙云呢 还是这块土地上的土皇帝 抗战爆发以后 蒋介石将滇军的主力 六十军呢 抽调出境 1939年冬 日军呢 请入了广西 将当时的志南关呢 经过越南的这个国际交通线呢 就是电阅铁路 把它截断了 蒋介石为了保护 重庆大后方 以及 滇冕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 即调卢汉第一方面军 即中央军 关林征的第五十二军 经过湖南 广西 进入了滇南 沿着滇越铁路边境呢 来进行布防 这是蒋介石啊 中央军首次进入云南 也是蒋介石呢 为了吃掉龙云 而下的第一步棋 1941年的秋冬之际 为了保卫滇冕公路 杜宇明的第五军 开入了云南 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呢 也在云南的边境啊 进行集中 准备随时呢 入冕 以保全 仰光的国际交通港 蒋介石呢 在云南成立了 军事委员会驻颠 参谋团 1942年 中国远征军呢 第一次入冕作战 但失败以后呢 蒋介石呢 在昆明啊 就成立了防守司令部 以杜一鸣呢 兼任司令 当时啊 中央大军是集中在云南 交通 运输 补给等等 这个任务啊 极其繁重 尤其是美军 在云南各地呢 建筑有飞机场 营房和宿舍 但是 你每一件事 都要与云南当局呢 来打交道 龙云呢 就和他们讨价还价 如果不能满足 龙云的要求 任何事情都行不通 这就叫什么呢 强龙不压地头蛇 不仅中央的政令 在云南 无法顺利地推行 而且呢 驻颠的美军呢 也是颇有怨言啊 美方甚至提出 中国如不解决 龙云的问题 美国就无法援助中国 因此 蒋介石下决心 失掉龙云 完成他呢 多年 实质上呢 统一云南的 这么一个夙愿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所记载 对云南问题的处置呢 已经列入到 1945年7月的 工作计划之中了 不过呢 四五年的八月 日本投降了 暂缓了 蒋介石解决 龙云问题的步伐 很快 日本投降后的大寿祥 为蒋介石啊 解决云南问题 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奇迹 蒋介石决定 派卢汉代表中国战区 接受日军投降 陆军总司令部呢 就调这个 万宝邦的第六十军 卢俊全的第九十三军 加上龙生武的战十九师 和潘缩端的战二十三师 一下子把那么多的滇军部队啊 派到越南去受降 留在昆明的龙云呢 只有一个师 而中央军呢 兵力上啊 已经明显的战有优势了 而且呢 中央军第五十二军 第六十二军 把卢汉的部队呢 是夹在当中的 进退不得 这样呢 蒋介石实行调虎离山计 然后呢 再上房抽梯 收拾卢云 因此 卢汉的担忧 并非是空穴来风 早在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日 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 杜宇明啊 就被蒋介石招到重庆 商讨呢 解决龙云问题 蒋介石呢 令其啊 周密的部署 控制通讯和交通 防止龙云呢 逃脱 杜宇明返回昆明以后 进行了各项部署 比如沙盘的推演 火力兵密的配备 战斗战术方案的这种演练 等等等等 并特别注意啊 控制交通和电讯 以切断龙云呢 所有的对外联系 杜宇明呢 还向驻昆明的美军 进行了通报 美军呢 因此下令官兵日夜戒备 禁止外出 同时呢 蒋介石向龙云做出了保证 等这个授降完毕以后啊 你留下少数部队 维持这个越南的社会秩序 其余的大部分滇军呢 还让你回来 卢汉最大的担心呢 他怕蒋介石 趁滇军呢 在越南进行接收的时候 解决云南的问题 所以觉得呢 没有必要 把这么多部队啊 全部带来越南 他给龙云发电报 建议啊 在河内我们设一个 前进指挥所 以少数部队啊 进行交接下日军的 这个投降 就可以了 但是龙云告诉他 我们是要在越南 成立一个军政府 实行军事占领 当然需要有那么多部队啊 但是呢 卢汉总觉得 哪个地方不对劲 忐忑不安呢 此时的龙云呢 却被蒋介石 天花乱罪啊 忽悠的是戒心全无 卢汉给他发电报 征求意见的时候呢 龙云回电 要他按照中央的命令行事 蒋介石知道 卢汉有意拖延 更是急电 火速入越 不得有误 卢汉只得命令各部啊 向越南前进 卢汉担心 在自己率部 进入越南受降的时候 蒋介石会城区进入云南 进而取得 对云南的实际控制 遗憾的是 龙云却并没有把 卢汉的担心放在心上 无能为力的卢汉 只得奉命行事 那么 他在越南的对日受降 是怎样开展的 尽管自己督促受降仪式 尽快进行 可是一件突发的重大事件 却打乱了他的计划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大受降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 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滇军跨国受降 入陷阱 上级 卢汉和第一方面军的参谋长马英 在9月14日乘中国飞机 抵达了越南的嘉林机场 受到越南人民华侨的热烈欢迎 日军的代表呢 就是第38军的军长 土桥勇义也在那等候 迎接卢汉等人 我们再看一下入越的大军 当时呢 正值东南亚的雨季 大雨连绵 红河流域 洪水泛滥 所有的村庄道路都成了泽国 入越的部队呢 冒雨在大水中跋涉 重型武器和车辆都开不动 所以行动十分艰难 再加上当时的铁路公路 遭到了严重的毁坏 大部队呢 只能够靠步行 60军的184师 和62军的95师啊 先头部队 终于在9月16日 到达了河内 即行呢 分配了就是戒严的地区 维持地方治安 其余的各军呢 在9月25日前后啊 先后到达了越南的 土伦 顺化 河内等地 卢汉到达河内以后 就按照当时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规定啊 和这个第一方面军 前进指挥所的筹备情况 他认为呢 受降于是啊 在越南举行的越早越好 最迟不能超过9月25日 并尽快呢 在越南成立一个军政府 然而啊 这一切都泡汤了 一个令人想不到的事件呢 就打乱了卢汉的计划 原来以宋子文为院长的 国民政府行政院 组成了一个越南顾问团 制定了一份呢 决定占领越南军事行动 和行政的14条原则 中心意思是 行政院在占领军总部内呢 设立一个顾问团 这个顾问团呢 是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 粮食六部啊 和行政院的秘书署中央党部 每个单位呢 派一个代表来组成的 这个占领区内呢 这个驻防军 以及过境的这些部队 必须向法国人呢 来进行通报 顾问团得以占领军总部 美军代表 及法国代表团 主要负责人呢 举行汇报 密切联系 请法方派代表参加 授详典礼 并协助占领军总部呢 关于资产接收 物资等等啊 这事宜 越南境内呢 一切交通工况事业呢 要责任现在的人呢 继续维持和经营 听后呢 战力军总部 跟法国人协商以后呢 派人接收 受降以后的行政管理 财政金融等事情 必须以法方进行协商 在法院之间呢 严守中立立场 不加干涉 总而一句话 就是中国放弃在越南的 所有权利 据越南顾问团的 财政部的代表 朱契先生的日记 这样记载 这十四条原则 过于消极 一切的出发点 皆以呢 将越南交还 法国为前提 朱契 是著名的学者 中央大学 经济系的主任 时任呢 财政部的代表 曾在越南呢 主持接收日资银行 印发纸币 条处呢 中法月日等各方面的 金融的复杂 这个关系啊 等等事务 在越南期间呢 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记录下来 写成了越南授祥日记 那么行政院 为何要放弃 中国的利益 屈服于法国 中国占领军 占领了那么多地盘 接收了那么多的资产 能不能交还给法方呢 蒋介石 借越南问题 调虎离山 能不能收拾云南王龙云 咱们下期 接着说 感谢收看 再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 影盟军总部的部署 中国军队进入 越南北部地区 进行受想 然而越南是 法国的殖民地 中国军队 赴越受想的消息 传到法国后 总统戴高乐 立刻提出强烈抗议 那么 戴高乐的抗议 能否奏效 大受想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室专家 王小华 下期为您讲述 滇军跨国受想 入陷阱下集